自2018年1月 中共發起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運動 一年多來 掃黑除惡的標語出現在城鄉街頭 但是掃黑除惡的真正對象卻微微觸及 中共的全國掃黑辦於4月9號 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發布四份文件 界定所謂黑惡勢力犯罪的有關概念 以及對這些案件的處理方法 但是 發布會當天 一本掃黑除惡近企業的宣傳冊中 竟將醫生列為中國十大黑心企業之首 其餘的所謂黑心企業依序為 蓋頭、菜市場商販、建築包工、媽咪、線人 導遊、演藝人員、記者及教師等 這本由江蘇省象城區青唐鎮有關當局 印發的小冊子在網上熱傳後 網友質疑 這是有關當局想轉移民眾 對中共醫療制度看病難、看病櫃等必病的不滿 除此之外 記者和老師的入選也飽受爭議 網民質疑黑心職業的界定標準 大陸一名匿名人士認為 當局最初把醫生列為十大黑心企業之首 應該是有一些人對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組織不滿 就用這種方式挑動社會、轉移目標 在中共掃黑除惡的令下 全國各地為達技校紛紛制定打黑標準 但由於掃黑除惡沒有具體的界定標準 以至有些地區將失毒家庭、精神病患 都列入掃黑除惡的對象 前山東維權律師李向陽認為 黑惡勢力都有保護傘 而這保護傘就是官方的主要官員 他們是不會自己掃自己的 他們只不過是藉著掃黑除惡來打壓百姓 比如有很多上訪的人 居然被掃黑除惡定為黑惡分子 對於中共大張旗鼓的執行掃黑除惡的運動 這位匿名民眾表示 中共不需要界定掃黑和惡勢力的標準 在中共治下 到底誰黑 大家都心裡有數 據瞭解 去年江西省至少有23名公安系統官員 因涉灘、充當保護傘而倒臺 湖北省武漢市公檢法一把手 也因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而落馬 前陝西電視臺記者馬曉明表示 中共這個統治集團是最大的黑惡勢力 比如 許多公民的錢財被黑惡勢力詐騙 詐騙的錢財直接匯入中共貪腐團夥 官員與詐騙團夥勾結在一起 馬曉明認為中共現在是依靠欺騙愚民宣傳來維持它的統治 並且依靠警察、武警、軍隊來鞏固它的暴力統治 中共是一切黑惡勢力的全員 它瓦解了整個社會的善良 使得一些比較清廉的行業也相繼敗壞 這就是所謂的上糧不正下糧歪 時事評論員石石曾說 中共雖然天天叫囂掃黑除惡 但它並不一定真正的打黑 對於有後臺的黑社會 它可能這邊開展打黑行動 但那邊它就去通風報信了 對此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瑞生 曾向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表示 要掃黑就必須要打掉組織 打掉保護他們的腐敗官員 如果做不到這兩點 打黑就沒有任何效果